國立故宮博物院 為了深度瞭解宜蘭縣文創資源 由院長周公新帥馮明珠副院長及故宮 文創專業人才 參訪宜蘭縣南澳鄉 金月部落 沿途由南澳鄉長親自導覽解說 這次故宮針對文創產品的開發 行銷及文創人才培育等 與宜蘭縣文化局 文史工作者及金月部落進行交流 期待在未來的大故宮計畫內 能在文創園區內設立一個原住民 的專屬工坊 來到部落院長親自體驗打麻糬 也帶頭消費促進地方產業 此心讓當地泰雅族人感嘆部落地理位置 是在河南留住遊客 希望可以藉由故宮來打響部落民生 讓長期推動在地文化產業觀光 以南縣金月部落以推廣當地社區的泰雅文創產業著稱 透過文化創意連結在地 特色 加值傳統產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近年來積極推動文創行銷業務 如合作開發出版品授權 圖像授權及品牌授權等機制 與民間廠商共同開發文創商品 藉由於產業的合作推出多元化的出版或商品內容 這樣的經營模式正可以提供宜蘭縣推動文創產業的參考 記者巴扎克穆拉斯 宜蘭南澳採訪報導